文化风情 文化风情 武汉大学、山头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曾经被全国总工会 授予国家级五一劳动奖章 以及全国优秀雕塑家的称号 亦都曾经被国务院授予 国家级中青年有特出贡献专家称号 并且享受国家发比艺术家的 终身特殊津贴 潘学是中国雕塑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走入水彩画、游画 甚至是书法、水墨画的领域 原来潘学也是身手不凡的 潘老师你好 这次在香港大会堂见到你很开心 我们两个星期之前在广州 你的工作室见过你 这次的作品剪创了几段时间 我都不清不楚 是吗 他们拿着画来 让你抬上台 让他们拿着画来 我们开幕就参加开幕了 这次很特别 你有自己的水彩画、游画、水墨画和书法 这个就比较 可能和以前的展览有点不同 是 我完全没有展览过 第一次和大家见过 全感展览很少 个别人 两张都是几十年前的事 我没有画水彩 我起码有三十年 所以这一批的水彩作品 都是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画的 都是文革前和解放前 文革之后基本没有画水彩 所以解放前都画了一些 好像有我们香港和澳门的水彩的风景 可能现在都找不到当时的样子 找不到 在访谈前夕 潘鹤老师送给我一本书 是谭元亨所著的《雕塑百年梦》 潘鹤传 这是一本完整描述 艺术家坎坷而浪漫一生的传记 当中那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可以说就是艺术家所处的 大时代的真实写照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让时光倒流七十年 一起回到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看看当时的一个小男孩 是怎样用最简单的探条 在自家祖屋的墙壁上 性比涂鸦 那年代久远的故事 现在在我们脑海中 仍然可以构成一副 满有趣味的涂画呢 当时要打仗走南 从广州来到香港 打仗战争前一年 知道香港已经很难保住了 就走南走到乡下 乡下 我们有一句话 叫大乱居乡 小乱居城 我记得有一句话 哦 是这样的 小的动荡就走到城市 大的乱 战乱就在乡下 就是乡下 我记得乡下 越偏僻地方越好 越偏僻地方越好 当时的条件下 就是兵荒马乱 这个机会接触到 好像他说 以及你以后的职业雕 这方面的兴趣呢 所以坏事变好事 本来我这代人 就是生不逢时 可以说 为什么呢 我二十年代出世的人 基本出世之后 就兵荒马乱 可以说每年都要走南 孙中山死之后 军阀混战 打完仗之后 各地土豪劣身 又会争夺地盘 跟着民族战争 外国侵略 二五年之后 基本上每年 都好像我记得印象 都要走南 都是走香港 走澳门 或者走到韶关 或者走到桂林 是这几地方 或者广东人就是这样走 这几地方 因为既然走南 就没有书读了 那就喜欢看书 多时看书 怎样看法呢 没有书店 没有报纸看 当时打仗时候 轮陷的时候 市面没有报纸买 印刷厂也没有了 纸厂也没有了 买什么书呢 很多人偷书出来买 包各种东西 包饮用 等于这家塑料袋 当时拆掉明贵书 他买一个面包 用一个纸包 总要包的 当时有这样的商店 专门是 等于这家製作塑料袋 就全部拿走南 走到空屋 空屋打劫 抢掌掠 把书都拿出来 端根称卖给包子国 我发现那些秘密 已经是几倍价钱 你留书给我 那时很小 十二三岁 看到世界名著 基本看七七八八 当时有些世界名著 可以看到 哥德 善利维德 带尔扎克 全部都是欧洲的 都是法国的 意大利 担丁 大宗马 大宗马 小宗马 俠隐记 茶花旅 然后你识得这么多字 十四五岁 看完你的词 反而中国书都少看 从此之后 就爱了文艺 文艺为何又搞超数呢 因为我爸爸不让我出街 因为外面有日本仔 有汉奸 怕出事 怕拉了我 拉撞丁的时候 找些碳条 自己烧的 即是找个当刀 黑色的碳条 找些木条 即是柳条 在风楼里面烧 烧焗到它变成碳条 自己发明的 一枝半解 写着写着 在墙壁乱写 无谓写着 满屋都是 因为有几千平方位 但在墙壁很高 七八米高 挖到很多画 在墙壁上 学米浪、杰洛 最后审判 最后晚餐 学他们画这些东西 画到很多画 甚至妈妈常骂我 你怎样找饭吃的 我都不以为言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样才过瘾 我这些性格 可能是一种逆反心态 你越批评我 我越反叛 你越压我 我越刺得越高 今年八十一岁的潘鹤先生 可以说已经进入了 《慕蝶之年》了 多年来 潘鹤已经在中国各大城市 建立了长期性的 大型户外雕塑作品 百多座 其中不少作品 名获国家级的金牌奖 同时 广东省人民政府 也为他建立了自己的雕塑园 但是在名城公秀的今天 潘鹤念念不忘的 仍然是自己少年时期的老师 王少强先生 王少强先生 虽然只是教导了他四十多天 但是无论是学艺 还是做人 整整影响了潘鹤八十年 所以我很理解 摸在石头过河这句话 深深体味道 深深体味道 摸在石头过河 摸在石头过河 我到现在都完全没有 你从理论完全没有学过 完全没有学过 全部没有 没有老师教过 没有入过美术学院 只是走难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画家 叫王小强 是高建虎 高其风的学生 那是画牌的 是专画民间侄府的 从香港走难到佛山 就发现了我 就跟他舅舅的一个大有钱人 跟他做过像 那时我最多是十四岁 他一个亲戚 开了很多当铺 就跟他做了一个头像 就在家里发现 这个做得这么似 这么好 佛山有这种人才吗 他一定要叫他带来找我 他家里有很多照片 摆很多挑剋器 去看看 他带来参观我们的工作室 很多挑剋器 带来看 中国人又要发国话才行 向我爸爸提出这个见解 当时我不喜欢画国话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画国话呢 就他了 他开始了 他就叫我爸爸 我爸爸不如你跟我学国话 我爸爸好 你收了学生好 他就收了学生 但是跟他之后 都不够六个星期就死了 虽然死了 但是影响我一生 他教我不是教什么 不是教技术 是教艺术 什么叫做艺术 艺术做什么 艺术不是一种技术 是一种对人生的看法的发泄 艺术家不能自言自语 不能自我陶醉 应该负起历史使命 对社会负起责任 不能这样做 教了我好一些思想 虽然六个星期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我经常对他很怀念 死后我去佛山 我跟他呼伏他的故居 呼伏他的坟墓 跟他搞个悲囊 全部 因为他后人没什么后人 他很孝心 但我没有能力 没有什么地位 我常常帮他恢复一切 跟他搞 现在都有纪念馆 有纪念馆 纪念馆又有故居 故居都是最开放式陈列的 下一节回来 黄明清将会继续尊访 著名雕塑艺术家潘鹤先生 让我们看看雕塑作品 《开芳牛》 《珠海鱼女》 《根虎岁月》 《和平少女》 是如何跟潘鹤的名字 连在一起 同时让我们一起重温 艺术家的雕塑百年梦 感受一下 一位艺术家在人生的暴风骤雨中 顶天立地 若癫若狂 那份執着 那份忠贞 感人自心